在上一节我们在Juple系统里头进行发表回应的时候 发现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个是我们如何防止机器人程式在我们的网站中随意发表一些垃圾回应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提供给使用者一个比较好的编辑器 让使用者在发表回应的时候能够方便操作 在这一节的课程中我们首先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如何防止机器人程式在我们的网站中随意发表回应 我们在课程的前面已经安装过了一套模组叫做Captcha Captcha可以让使用者在发表内容或是回应的时候增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user能够回答出来的情况下我们才允许他的发表 对于这类型的问题一般机器人程式是无法回答的 因此也就可以避免了机器人程式在我们的网站中随意的上布无效的回应 假如你还没有把Captcha这个模组安装起来 那么请你再回去参考前面的课程 把Captcha这个模组跟它的中文翻译档把它们都安装起来 OK 现在我们已经在网站上面 以Admin最高权限使用者的身份进入到这个网站里头 接下来我们来到工具列这边 再来到模组 接下来我们拉到最下面 请你先确定一下Captcha跟ImageCaptcha这两个模组都已经安装起来了 在这一节的课程中我们顺便要介绍一下 安装模组以后还要做哪些事情 一般来说当你模组安装完成之后 接下来有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个是设定它的相关权限 第二个是针对这个模组进行设定的动作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权限 在模组清单里头 每一个安装好的模组通常在它的操作区这边 都会提供这两个连结 一个是权限 一个是设定 假如你不是从这边来的话呢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进来执行模组的权限管理 我们可以来到工具列上面的用户 再来来到权限这个页签 接下来寻找相关模组的权限 在这边这里有Captcha 它一共有两个权限管理 第一个是谁可以管理Captcha的设定呢 目前它勾选只有Administrator 也就是最高权限管理者 第二个是谁可以跳过Captcha的控制呢 目前的设定也只有Administrator 也就是最高权限使用者 这个没有问题以后 我们再回到模组这边来 再回到最下面 来到Captcha的位置 刚刚我们已经把权限看完也做完了管理 接下来是关于这个模组本身的设定 一般来说在模组清单这边 通常会有一个设定的连结来供你操作 另外我再提供一个地方 一般来说我们会有工具列的设定 由这边进来后 再选择你所要设定的模组 例如我们现在在这边可以找到Captcha 好我们点亮进来做一下设定 目前我们来到了Captcha这个模组的管理界面 在这个管理界面里头它有两个页签 第一个是Captcha本身的设定 第二个是关于图片的Captcha 它的图片控制方式的设定 好我们先在Captcha这边的管理界面里头看一下 Captcha这个模组是让使用者在发布文章 或是发表回应的时候呢 提出一个问题来挑战使用者 透过这样的方式 确定使用者并不是一个机器人程式 我们也可以说Captcha是保护的是 网站系统里头的表单 因此呢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主题是 Form Protection 也就是关于表单的保护 那么首先第一个选项呢 是我们要选择使用哪一种Captcha的模式 这里呢目前有两种 一个是数学模式 也就是提出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让使用者来回答 另外一个模式呢是图片型的文字辨识 在这个图片中会放有几个文字 user必须回答这是什么文字 好我们预设呢就使用图片的方式 请使用者辨识一下图片中的文字是什么 接下来下面有一些在目前网站中的表单的清单 每一个表单在Juplo系统里头它会有自己的ID 这个ID呢通常是一个机器名称 或者你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变数名称 机器名称的组成呢就跟变数名称的做法一样 通常是用英文字母 数字跟底线这三种组合而成 而在Juplo系统里头 Fone的ID呢通常会以Fone来结尾 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 例如下面这几个呢 刚好就是由Juplo系统所内建的 而它的Fone的ID呢 并没有Fone的字远在它的最后面 你不用担心说这些FoneID你是否看得懂 其实它们是很容易辨识的 我们以第一个来做例子 首先呢它的字尾是以Fone来做结尾 再来呢中间的地方它有写到它是NodeArticle 也就是Article这种内容类型 再往前呢它是一个Comment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FoneID 它表达的是 关于内容类型是Article的相关回应 好我们把它呢 Capture模式把它选定起来 我们选择Default的挑战模式 这个Default是什么模式呢 就是我们在上面这里所选择的 目前呢我们选择的是图片型的模式 请User来辨识里头的文字 接下来我们把Page的Comment 这个Fone的表单也把它设定起来 都是采用Default的挑战模式 其他的表单目前我们就暂时不做设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检视每个表单把它设定起来玩玩看 好我们再往下 假如在这个清单中 你没有看到你的Fone 而你又知道它的FoneID的话 你可以把它填写进来 然后呢再为它选择一个Capture的挑战模式 好再接下来 接下来这里有两个选项 是跟最高权限使用者有关的 第一个选项是 要不要增加Capture的管理连结 到Fone的表单上面来 勾选了这一项 那么在Fone的表单上面呢 假如你是以最高权限使用者进来的话 你还会看到一个Capture管理的一个连结 这让你很容易的可以再回到Capture的设定中 把它的相关设定做一下变更 第二个呢是关于 要不要增加Capture它相关的管理连结到管理的界面里头来 这个跟上面这个不一样 上面这个是在非管理界面的相关表单上面增加的Capture的管理连结 而这边呢是在管理界面里头增加Capture的相关的管理连结 这两个呢我们暂时都先不使用 再来Capture本身也有利用快据来加速它本身的速度 如果这些Capture呢你想要让它重新产生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快据呢利用这个按钮把它们清除掉 这样子让Capture相关的资讯呢会重新再产生出来 接下来这里是在表单上面当你有秀出了Capture控制的时候呢 要不要再为这个Capture增加一些描述的文字 至于描述的文字呢就在下边这里 如果是繁体中文的话呢它的描述是这里 这里说这个问题是要验证您是不是一个人类 来防止这个网站被自动化的程式呢贴入大量的垃圾资讯 以下这一段呢是给英文的描述 目前呢我们也先把它勾选起来 待会来试看看它的功能 再往下这里有Capture如何进行认证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大小写是有相关的 例如说图形上出现小A 那么使用者就必须输入相对应的小A 而不能使用大A 而如果你选择是大小写无关的话 那么只要该文字是A 不管使用者回答的是大写的A还是小写的A 我们都算使用者是回答正确 接下来这里是一个持续的状态的控制 当一个user在上你的网站之后呢 一直到离开你的网站这段时间呢 我们称为是一个session 那么在这个session里头 使用者可能会接触很多张表单 是否每一张表单都要重新再接受一次Capture的挑战 就要看你这边如何进行设定 如果你勾选了每一次都要经过考验 那么在这一段session时间 不管user接触的几张表单 每一张表单user在填写的时候呢 都会接受Capture的挑战 如果你写的是 在同一次的文章发布的过程中 只要有一次挑战成功就好了 请你勾选这一项 接下来这个是 同一种表单类型的 只要曾经挑战成功就不要再挑战了 再来这个是 不管所有的表单只要曾经被挑战成功 在这一段session时间内就不必再接受挑战 这个呢你可以看自己的 网站的需求考量来进行挑选 目前我保留它预设了 在同一次的流程中 也就是同一篇文章的发布 或是同一个回应的发布 只要挑战一次成功 就不需要再接受挑战 最后一个选项是 要不要记录错误的回答 如果你勾选的情况下 那么它会把这份记录填写在 Drupal系统本身的log档案里头 上面我们做了一些设定 所以这次呢我们把它储存起来 由于我们刚刚选择的是 用图片的方式来进行挑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图片的Captcha相关的设定 在这里呢有一个范例 目前它选出来的是这个样子 这里有几个字母要请User来辨识 分别是FDIHH 不管它有大写还是小写 我们目前呢是采用部分大小写的验证方式 因此呢只要User回答出FDIHH 不论大小写呢我们都认为它是回答正确 那么这里要注意到 假如你设定完以后呢 请你再回来看一次范例 如果你设定好以后 本身的范例你都答不出来 那么请你呢再把你的设定呢再简化一下 好我们往下看一下图片的相关设定 这边有一些字码设定 我想这些字码设定呢请你不要更动它 因为呢在这个字码设定表里头呢 把一些容易混淆的字员呢已经移除掉了 例如123的1跟大写的i 这两个很类似的 所以它们都移除掉了 再来是大欧小欧很容易跟0混淆在一起 因此呢大欧小欧移除了 从此呢0本身也被移除了 接下来是在这个图形中要产生几个字员 供使用者来做挑战 建议的数量呢是4个字员或5个字员 3个的话又太少 6个以上的话又太多 接下来是字型的设定 再来是字型大小 以及字员本身的间距 这个留给你自己做尝试 再往下 在这个图片中还可以变更包括有背景的色彩 文字本身的颜色 以及是否还要做其他的变化 再往下 那么档案格式呢它产出的是采用JPEG的图档格式 这个呢我们暂时也不更动它 再来是一个变形跟杂讯的设定 变形程度呢目前我们设定是3 程度越高的话变形的越大 有时候呢会更不容易辨识 以我自己来说 来到5的时候呢 有一些字员我已经无法辨识出来 因此呢这个请你自己呢小心调整 目前呢我让它维持在3的程度 再来呢我也勾选了平滑变形 让这些文字呢有一些平滑的效果 最后呢我还加入了一些线条的杂讯 而且这些杂讯的程度呢我目前勾选了是2 这些设定呢造成了 上面这个范例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在下面的设定中做一下调整 来看看不同的范例它的呈现结果如何 好设定完成之后我们回到下面来 再把它促进起来 OK现在我们已经把Capture的模组 权限跟它的设定都做完了 接下来就来试验一下 我们再回到首页来 再来呢我们登出Admin这一位最高权限使用者 我们重新利用Band这一位一般的使用者 登录进来 密码呢是打两次Band 好登录 再来我们来到第一篇Juple的文章这一篇内容 然后往下拉 这边开始呢可以提供一个回应 再往下 这里呢增加了一块Capture的区块 在User做完上述回应的输入之后呢 还必须经过这个挑战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标题呢是 好越写越多 好接下来再往下 好输入格式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是Planetxt 因为在这一篇回应中 并没有相关的HTML标记 最后这里来一个Capture的挑战 我们来试看看 这里呢我们可以不分大小写 所以我们辨试一下Q187n 输入完成以后呢我们按儲存 挑战成功 所以现在Band的回应呢 已经呈现出来了 OK 这一节关于Capture的使用 全线管理跟它的本身设定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在后面我们还有一节课程 我们准备要来安装一个 比较亲切的编辑器 让user在进行发布文章 或发表回应的时候呢 会操作的比较方便